男人发现彩票漏洞 一番演算后 他找到了一种100%盈利的方法 于是毫不犹豫拿出全部积蓄 一次性购买了2万张彩票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杰瑞无意中看到了彩票的规则 如果猜中全部6个数字 就能获得200万的奖金 但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人获得投奖 奖金将按比例分别给猜中5个 4个和3个数字的人 作为哈佛大学的退休数学教授 他敏锐地发现了规则中的漏洞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 杰瑞得出了一个结论 只要一次性购买8000张彩票 那么所有彩票的中奖金额加起来 将超过购买成本 利润将近20% 他兴奋地将这个秘密告诉了 做会计的朋友 希望能一起致富 朋友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如果真有这种好事 彩票公司早就不复存在了 但杰瑞对自己的推算充满信心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 他取出退休金 一次性买了2000张彩票 彩票店老板没见过这么疯的 果然 当开奖结果出来后 杰瑞亏损了300多美金 他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整日为此焦虑不安 直到一次聚会上 妻子的一句话突然点醒了他 杰瑞意识到上次亏损 是因为购买的数量不够大 于是他再次来到银行 孤注一致 将自己所有的退休金全部取出 开奖后仔细核对金额 惊喜的发现 这次扣除成本后赚了15000多美元 这让杰瑞坚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之后的日子 他继续按照这个方法操作 每一次都获得了丰厚回报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 杰瑞家快变成了一个小型金库 钱多到无处安放 孙女差点发现他的私房钱 妻子也察觉到了异常 杰瑞知道瞒不住了 只好向他坦白了一切 出乎意料的是 妻子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比他还要兴奋 催促着再去买 不过附近的彩票都已经被他买光了 两人需要驱车十几个小时 才能到达最近的销售点 这个小挫折并未减退两位老人的热情 回家准备好食物和必需品 第二天便踏上了旅程 风尘仆仆到达彩票站后 杰瑞张口就要求购买8000张彩票 店老板大吃一惊 因为这几乎是他几年内卖出的总和 打印这么多彩票需要一整天 但退休老人最不怕的就是麻烦 两人果断自己动手 经过8小时的努力和一整晚的核对 他们一下就赚了2万多美金 回家的路上 妻子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他们购买的彩票越多 赚的就越多 那为什么不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参与呢 第二天 夫妇俩找到了会计朋友 一起创办了一家买彩票合资公司 请小孙女设起了logo 就开始召集亲朋好友 展示自己的成功经验 提出大家一起投资 赚钱后按比例分红 这样稳赚不赔的生意 每个人都愿意出资入股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笔交易 杰瑞毫不犹豫的将4万美金全部投入 店老板再次被这突如其来的大订单震惊了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这么多彩票 一天时间根本无法打印出来 杰瑞灵机一动 直接邀请店老板入伙 三天之后 店老板急冲冲的找来 根据最新的开奖号码 这次他们一共中了8万多 众人激动万分 没想到赚钱如此容易 而且有了店老板的加入 以后也不用主意核对彩票 从这以后 公司规模越版越大 彩票也越满越多 以前一次买几万张 现在一买就是一车 直接堆满仓库 赚得盆满钵满 不仅老两口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 邻居朋友们也变得越来越富 有人到处旅游度假 有人买了跑车 有人投资开店 不过 就在杰瑞团队的彩票事业 蒸蒸日上之际 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数学天才 也发现了同样的漏洞 他当即在校园内 进行了一场公开演讲 说在当前竞争激烈的世界中 传统的学习路径 并不能保证成功 不如跟随他一起投资彩票 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果然 首次尝试 男孩就带领他的团队赚取了5万美金 这让他的追随者信心倍增 刚想再干一票大的 却发现另有一个组织 分走了奖持一多半的奖金 同学黑进彩票系统 查到了杰瑞团队的信息 两人匆匆赶到彩票站 本想拉拢他们入伙 然而当看到这个组织 竟然是一群大爷大妈 男孩顿时发出了轻蔑的嘲笑 随即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杰瑞给自己打工 杰瑞果断拒绝 让他们拿两块拿呆着去 两个年轻人临走时不忘炫耀 他们在哈佛学过的二项分布 杰瑞毫不示弱 指出你那二项分布只考虑了主要因素 却没有计算人为失误 和填鞋彩票所花的时间 没想到大爷比自己懂得还多 男孩气得摔门而去 不久之后 他另辟蹊径威胁杰瑞退出 否则将黑掉杰瑞的账户 毁掉他们的一切 杰瑞直呼卧槽这年轻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他召集了所有股东 沉重地宣布了一个决定 解散公司 儿子察觉到了父亲的忧虑 立刻给予了杰瑞鼓励和支持 妻子看着杰瑞垂头丧气的模样 也敲打了他几句 有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杰瑞重拾信心 继续帮助大家赚钱 下一个开讲日 男孩发现大部分奖金仍被杰瑞的团队所得 意识到杰瑞团队的人数和资金都远超自己 直到正面竞争无望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狡猾的计划 打算在奖池累积到100万后 立刻投入100万 让奖池饱和 这样开奖时间就会大大提前 打乱所有人的预期 他们就能拿走所有的奖金 为此 男孩说服了父亲的富豪朋友们投资他的计划 并诱导同学拿出自己的学费加入 就这样奖池的开奖时间被提前了一周 杰瑞果然措手不及 虽然他这边也有实力制造提前开奖 但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对普通玩家极不公平 不仅是在破坏规则 更是在玩火 杰瑞立即驾车前往哈佛大学 找到了那个正自名得意的男孩 面对挑衅 杰瑞从容表示 男孩明明可以赚到更多钱 现在却把路走窄了 男孩一头雾水 杰瑞意味深长地指出 在哈佛的这个房间里 最聪明的人并不是一切 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帮助他致富的年轻人 男孩依然听得一脸懵逼 杰瑞没再解释 离开学院静止来到彩票公司 要求公开奖池的透明度 防止有人恶意下注影响彩票的公平 这一举措直接阻断了男孩操控奖池的可能性 由于赚不到钱 男孩的支持者纷纷离他而去 这让男孩十分绝望 由于蒋池的公开透明 而杰瑞的名字一直在榜单上 很快就引起了税务局的注意 他们怀疑杰瑞通过非法手段获利 不过杰瑞早有准备 他向税务局展示了自己一仓库的彩票 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而且他从开始购买彩票起 每一次中奖都依法纳税 并且保存了每一张彩票的票根 相比之下 没有保留票根的男孩 被学校认定为涉嫌非法集资赌博 最终被开除 杰瑞本想带领更多村民继续彩票事业 但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打印机正在被人搬走 原来彩票公司发现 这类彩票造成了严重亏损 决定停售这类彩票 面对这一变故 杰瑞还能说什么呢 自然是感谢彩票公司一直以来的馈赠 虽然不能再继续通过彩票赚钱 但在他的帮助下 小镇居民早已摆脱贫困 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大家一起把小镇建设的信心向荣 居民们为了感谢他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面对眼前的一切 杰瑞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他意识到 生活中有比赢钱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家人朋友和希望 杰瑞和马基生活阔绰 上于2022年 改编自真人真事 现实中 杰瑞夫妇在2003至2012年间 通过发现彩票的漏洞 共赚取了2700万美元 杰瑞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不仅源于他坚持不懈的学习和探索 更得益于妻子马基的坚定支持和鼓励 在巨大的财富面前 他们没有迷失自我 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他们没有选择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 而是将财富用于支持家乡的小镇 致力于社区的振兴 他们慷慨地资助了五个子女 以及众多孙辈的教育 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深造 同时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 更是智慧善良和臨力之间的爱与真诚 这些品质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钱本身 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